加息阴霾下,部分心急业主以低价沽流,甚至涉洗肺离场。 侧如冲南风新村有三房护缸以848万元逆手。 卖方名赚暗涉约40万。 中原地产资深区域营业董事许智灵透露,南风新村六座高层A室, 实用面积570方尺,属三房间隔,望开洋景观。 成交价848万元,实用尺价14877元。 据了解,原业主于2017年以838万元买入单位。 持货约5年,账面紧获利10万元,扣除离印费等支出料涉约40万元。 大部白石国云汇亦有业主涉洗肺卖楼。 美联物业助理区域经理杨浩然表示, 白石国云汇六本月首中二手买卖。 单位市一座中层B5室。 采二房年储物房间隔。 实用面积501方尺,开价约980万元。 新近获用加以价至943万元承接。 实用尺价18822元。 资料显示,原业主于2019年3月以约908.1万元一手扣入上纸。 账面只赚34.9万或3.8%。 扣除洗肺料涉约8万元。 楼市好淡增持。 屯门施楼亦市破顶。 中原地产分行经理叶冠成表示, 大兴花园一旗一座顶层三房单位。 实用面积515方尺, 赴连天台。 以730万元沽出。 实用尺价14175元。 创屋圆一旗楼价新高。 原业主2011年10月以约251万元买入。 因为移民卖楼。 账面获利479万元。 中原地产高级资深分区营业经理伍杰凌表示, 一名金融专材刚得香港永久居民身份证职买楼上车。 扣入荃湾海支卵七座高层私室一房户。 实用面积391方尺。 成交价895万元。 尺价22890元。 买家任职投资银行。 决定定居香港发展。 中原地产副区域营业董事冯泽员表示, 沙田中心A座中高层F室二房户。 实用面积297方尺。 望河景。 上车客以价至580.8万元扣入。 实用尺价19556元。 翻查资料。 同座中层F室于上月以560万成交。 相隔约一个月。 今次单位造价高出20.8万或3.7%。